大家好我是于太太 今天我又要来刻印章了 那我们每一次在刻橡皮上之前呢 都会想说要刻什么好呢 有时候呢我会自己画 有时候我就会找一些图稿 那透过网路的搜寻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的图片 有图片来练习高科 那我今天在刻橡皮上之前 就介绍一网站叫这个 Galika 我不太会念对 它是呢隶属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 数位图书馆 那它就是拥有600万份的料哦 然后你不要注册员 也不用登录 你就可以免费的在线上 各种书籍手稿啊 一些插画 很多内容非常看到 现在看这个网站 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一些非常复古风的书籍 有历史风味的书籍 那呢它这里可以选择语言 有四种语言 对英文法文意大利文 它内容真的非常丰富 你们呢就是可以上去按一按看一看 然后像是这边有一个儿童专属 那我把它先翻成英文 对 那像这里就是一些 像着色本的东西 就可以你可以列印出来 让小朋友 那这边有很多 譬如说选 那它就可以有 可以让小孩涂颜色啊 练习画画 你就可以按下载 把它下载下来这样 然后像它也有一些 紫娃娃啊 这些 就是你可以印下来 剪下来 然后这里也非常多 就是非常丰富的那些 像是手稿啊 图像啊 地图啊 或者是文学 哲学各类的文章或书籍 我这次呢就是在这里 找到了 这个紫娃娃的图稿 超级 我就是会去这些网站 找一些图 列印下来 然后把它拿来当作 练习相比张雕刻的 然后像它这里也会有一些 譬如说 这个 你看 它就是会有一些艺术家 一些文学的手稿 手图 插画集啊 就会放在上面 像这个就是 很有名的 画家 它的一些手稿 就会放在上面 对 它的风格也是非常的 强烈 那就是这样 可以往数位图书馆 看一看 你打这个Galika 就可以找到了 好 那我们就开始 今天的 橡皮 有一个设计的 是 有一个设计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